连接好电源线,一端插着的口 插入进去,另外一端插入电脑的USB接口 连接完毕 打开电源开关 首先要确认一下你的电脑的配置 再找到我的计算机,点击属性 看一下,首先你的Windows button要在Windows 7以上 也就是说Windows 7,8,10都可以使用 然后再看一下你的安装内存 我们的要求安装内存必须在4GB以上 然后还有看一下你的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分辨率 我们标准要求1366乘768以上 我的现在分辨率是1920乘以1080是符合要求的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你的软件如何打开 那首先我们会给一个光盘给你 你把光盘插在光区里面之后 就会看到一个version 2.3的版本 它是一个压缩文件 那你首先要解开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 这就有一个version 2.3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绿色软件 直接找到Magic Mirror的EXE文件 双击即可 首先我们点击产品更新 产品更新就是我们公司产品的注册 点击产品更新 点击产品更新 把公司产品名称填写进去 产品名称填写产品的一个功效 点击产品更新 打开 把产品图片添加上去 点击保存 把刚刚注册完的产品导入进去 产品推荐 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列表上出现 点击分析进入到操作界面 点击顾客资料 点击注册 输入客户姓名 性别 出生领域 还有客户的基本信息 点击保存 点击保存 让客户下额放于托盘内 调节 调节下面托盘的位置 让客户额头顶于 调节适当的高度 让下额顶于下面托盘 额顶顶顶于上面支柱 点击中间拍摄 开始正脸拍摄 让客户左侧脸 位于左边 开始左脸拍摄 点击拍摄 让客户右脸贴于 下面托盘 点击右脸拍摄 将皮肤水分弹性检测仪 连接电脑主机 将工作头贴于客户面部皮肤 按下开关 仪器会低伤生 低伤生结束后 可测试出 皮肤的水分和弹性 电脑屏幕内 会显示出 客户的皮肤弹性 还有水分 会显示出 客户皮肤水分弹性的 一个值和比例 点击分析 点击分析仪器 会显示出 客户的毛孔 皱纹 皮肤色素 等问题 皱纹可以看到 客户的每个部位的 一些细小皱纹 点击取消 还有客户的皮脂状况 皮肤色素程度 点击结果 结果一 显示的是结果取向图 由油分水分弹性 色素沉着 毛孔 皱纹等六个因素组合 结果二 是由正色光和UV光 拍摄出来的皮肤状态 正色光拍摄出来的是 皱纹和毛孔的一个状态 UV光拍摄出来的是 皮脂和皮肤色素的一个状态 结果三 是毛孔 皱纹 皮脂 皮肤色素的一个 参数大小 结果四 是标准皮肤和客户皮肤的一个对比 点击产品 皮肤类型 皮肤类型显示的是客户的一个由仪器测出来的皮肤类型 有毛孔粗大 皱纹 皮肤色素等三个因素 毛孔粗大相对应的产品是 OLED美白精华液 点击箭头导入 成也医生收减水 点击箭头导入 皱纹 点击产品 点击箭头导入 皮肤色素 点击全选 点击购买 点击全选 出现购买清单有总额 出现点击购买 可以打印出客户的购买清单 关闭购买清单 点击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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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荧幕会显示客户的皮脂 毛孔皱纹皮肤色素的一个参数大小 接着 种植物 进行